据美媒防务快报的消息称 拜登目前已经终止了前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出的几个重大对外军售项目 这些交易包括了将价值高达234亿美元的F35隐形战机交给了阿联酋 对此美发言人称暂停军售是正常的常规行政措施 美国有义务保持盟友以色列在周边国家的绝对军事优势 因此拜登在处理这次军售时将十分谨慎 但这可能将为中国提供机会 在不远的将来也许歼20将填补F35造成的空缺 据了解在该项目中除了50架F35战机外 还包括了6500枚导弹以及18架死神无人机 在这种情况下停售或许是必然的 毕竟毕心想要称霸中东地区的以色列 不可能会看着对手增强实力 而自己却坐以待毙 美国心里也十分清楚谁才是自己的铁杆盟友 再加上F35也临近停产 所以苦主就只能是阿联酋了 而阿联酋面对这种无赖行为 也只能是敢怒不敢言 那么美国人在言而无信后 真的会让中国的歼20创造出口机会吗 分析认为 在最新的阿布扎比防务展中的一些信息表明 中国的五代机确实有阴击中东上空的可能 不过不是歼20而是歼31 有消息称 阿联酋目前已经与中国签署了一份新的战略协议 其中包括阿联酋将获得大量的新的中国无人机 此外 双方还将就高端武器的引进开展长期合作 对于这项协议 阿联酋方面还强调 这一合作将是长期的 看得出拜登上台后对中国的帮助很大 为中国武器出口中东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与此同时 他也表明了 美国在中东地区失去信任和软硬力量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 而中国在该地区的发展空间也很大 与美国的军事入侵不同 中国通过温和的手段与中东国家建立的联系 肯定比美国建立的联系更持久和有效 该协议背后的影响也将更深远 但要知道的是 在国际关系上 一切甜蜜的美好 背后肯定都和利益有关 随着美国和以色列关系的日益加深 导致阿联酋也发现光指望美国不一定能指望得上 因此顺势抱一下中国的大腿 对冲一下也是良策 而中国自然也不会排斥在中东地区多了一个伙伴 美国最近各种针对中国动作 让不少网友十分气愤 但又无可奈何 中国毕竟是有胸怀的大国 自然不会大面上和别国如此计较 不过这似乎并不妨碍中国继续准备威慑手段 近日 美国智库科学家联盟的核武器专家克里斯·登森就指出 从最新的卫星照片中看到 目前本就已有18至20座洲际弹的导弹地下发射掩体设施的中国 再次在内蒙古自治区大幅度增建发射井 其中至少有16座发射井正在进水中 这个消息目前咱们还不能确认 起码中国官方是没有承认的 所以这个信则有不信则无 而从个人角度来说还是十分希望如此 中国强大了美国在南海的那些个小动作 怕不是要守起来了 话说回来美国这位核武专家指出 这个基地在位于内蒙人年巩固的吉兰台式的解放区训练场 算是一个新生的训练区 总面积大约有2090个平方 其中大多数是沙漠和山脉 总延绵大约在140公里 有至少20个原地 在每个发射井之间有5个高架车库为发射器提供服务 还在相邻的地方有一个大型供应基地和志愿设施 从这个面积和设施上来说 这个基地是有能力容纳至少16个洲际弹的导弹的地下发射井的 所以按照这个新基地的标准 中国的核武器其实并不只有此前各路媒体披露的那样 只有数百枚 反而很可能有更多的核武 不过这个问题先不追究 从这位专家发出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这位美国人对这件事似乎早有察觉 他表示第一个发射筒是在2016年开始建设的 只不过近几年一直被大型建制物覆盖 让人看不打清楚 而且从大约观测的数据来看 这些发射筒完全有能力发射东风41 按照中国如今已有18至20座桶舱的情况来看 已经暴露出来的核武器数据 至少中国算上这些新建的 核武数量至少要翻一倍以上 虽然说相比美国的450个桶舱 中国依然很少 但是必然让美国有所顾虑 而中国建这些桶舱的目的 这位核武专家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认为大约有几个目的 其一提高中国核打击能力 增强守护和报复能力 再被攻击是有能力反击回去 并且改善自己在核武器领域的地位 其二 克风美国在核弹岛屿领域的影响 增加自己的导弹防御能力 平衡洲际弹的导弹的能力 增加威慑力 让导弹能够更及时地出现在 需要出现的位置 并且随时可以发射 其三 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而且这次一次核设施的曝光 让中国在战略上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权 起码美国或许在南海应该小动作可能会减少 大动作或是也会消失一段时间 特别是在对中国主权问题上 有记得在2月26日的时候 中国公布成功实现了我国首个3.35米直径 5米长的火箭筒断储箱 而且首个试验下 储箱已经通过了各项指标检测 完全符合了工程应用的条件 也就是我火箭的体型将要再扩大一步 这对我国来说绝对是一个相当好的消息了 不过没想到的是 好消息还是接踵而至的 甚至还有关联 就在28日的时候 杨氏曝光中国百吨级运载火箭任务 中国探月工程首任总指挥链接表示 中国100吨重型运载火箭论证线阶段 基本已经完成 进入立项后续阶段了 而且从目前进展上来看 有望在14.35期间就正式展开 据这位总指挥所说 这样一个100吨级的运载火箭 近地轨道只需要一个载荷就能到月球上 而这个运载火箭可不止近地轨道 还具备了中高等不同的地球轨道 不同类型卫星 以及载人飞船的能力 也就是说百吨级运载火箭一旦研制出来 中国载人登月的步伐基本上就是稳的了 登陆火星也就不远了 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我国载太空领域虽然不是最强的 但也是排在前几的 而这个排名是按照外国至今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5号来排的 而长征5号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只有25吨 和百吨级差距足足有4倍 这不仅代表了中国在超重型运载火箭技术上迈进一步 也代表着中国太空计划也在进一步 一旦百吨级运载火箭成功研制出来 中国在太空领域的实力 那必然要再涨一波 那么为什么说 我国刚刚曝光出来的长统段储箱有一定的观念呢 这为什么说和我国前段时间曝光的 5米级的火箭长统段储箱也有一点联系 因为这个储箱主要作用就是装燃料 再核越大装的燃料越多 而燃料才是火箭最不可避免的根本 火箭能飞多远飞到哪里 都要看燃料储存过不过关 以前我国制造的储箱都是2米级的 这一次的突破正好让我国的火箭实现了一个重大跨越 虽然这个长统段储箱或许也还不是百吨级的最佳选择 但是之后这个长统段储箱自然还会有更多的升级 最后火箭这几连不断在航天航空技术上的突破 也正是证明了中国在载人航天上已经全面迈进了一步 再加上太空站的建造也十分顺利 中国的航空航天未来可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